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對美國國會議員說 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 是這個伊斯蘭共和國40年來侵略模式的一部分 但民主黨議員仍然不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說法 他們敦促在中東採取謹慎態度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說 我們不希望局勢升級 這是威懾不是戰爭 我們不打算開戰 這是關於繼續保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 執行美國在那裏要執行的使命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 最近對波斯灣、郵輪和沙特輸油管道的襲擊 是能系伊朗的行為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總統已經為採取行動躺開了大門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他認為如果伊朗採取任何行動 將為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如果他們做了什麼 我們將以巨大力量來應付 但我們未有跡象表明他們會這樣做